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支架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盲200C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 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尿剂 这次和大家介绍的尿剂 natrium phosphoricum 英文是 sodium phosphate 就是 轮酸链 轮酸链是 Dr. Schuster 那些组织炎里面的其中一种 那 Dr. Schuster 他当时 他看到 轮酸链 是在我们的 血球率里面的 成分 和我们肌肉的细胞里面有 和神经系统 和脑 和我们的细胞间的 液体 轮酸链 是可以化解 乳酸 成为 碳酸 Carbonic Acid 和水 跟着 他就会将 那个碳酸 就会 再化解 就 令它们释放出来 或者是 跟那个 养分 是交换的 轮酸链的最主要的 症状 就是酸 Acidosis 酸 身体 是因为 过度的酸 是令到出现毛病的 那 亦都是 可能 是 过度的 乳酸 过多 道出的问题 那 所以呢 这个 疗猎 是对那些 婴儿 是喝奶的 婴儿 可能是喝那些 奶粉的 婴儿的出现问题 那些婴儿 可能是喝这些奶 我们叫做 冠状的奶粉 瓶瓶瓶的食物 是导致它 不长肉 很消瘦 背后 就是因为 这些 过度的 酸 乳酸 做出来的 那些婴儿 很多时候 也会生虫 有很多 生虫 搞肚痛 这些 的迹象 鱼酸 亦都可以 用来治疗 草酸尿 Ocylurea 是草酸尿的 那这个 疗劑 是用一个 X 一日食四次 这些 可以防止 是 那个 那个 石 的成长 我们 神石 尿里面的 出现石 那 令到这些 尿酸 这些草酸 就是 不会化成石 那 这个 这个尿 这个尿劑 这些 可以 帮助的地方 包括 我们 神移子肠的问题 胆管 我们 我们 腹膜的 那些 腹肠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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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腹肠的那些 和 陰道炎 和 痛风 那 刚才所说的 草酸尿 这些问题 糖尿病 那 还有 Jondice 那个 那个 黄胆病 那 那 和 那 是 我们 那些腹肠的那些 它关键的症状 是酸 它 出来的东西又酸 吐出来的东西又酸 大便出来的那些 这些糞便也都很酸的 那 就算它这些 白带的分泌出来 嘔吐 出汗 甚至乎是放屁 都是一种酸味的 所以 这个是最关键的主要症状 我们要 要 要 认识这个疗剂 记住酸是一个主要的 好了 在酸的 情况之下 那 通常你会看到 那个口肯 吐 是出现一些 酸黏黏黏的 黏黏 在那个 口肯 里面 在离胎 是很黏黏 这是一个 酸黏黏的这样的情况 那 那 人呢 当然会感觉很衰弱 神经紧张 很累 关切 关切 会有声音 有些聲音 皮膚有一種刺的感覺 肌肉和筋都覺得很緊 聽到行雷時,人的心跳和會打抖 用腦過度或性活動過度,會覺得人出現問題 鱗酸鈉,我們當作一種鹽和鱗兩者結合的療劑 所以在精神狀態方面,鱗酸鈉的人很緊張 很容易受驚 對聲音突然會令它跳起來 鱗酸鈉都對行雷鮮電是特別怕的 所以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人 但它又像鱗酸鈉的人 就是喜歡吃鹽的食物 也有時候沉靜下來 通常我們去找療劑,看到它又好像是鹽型的人 還有鱗酸鈉的鱗酸鈉 還有好像鱗酸鈉兩者都有 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療劑可能會是鱗酸鈉 鱗酸鈉的症狀 在眼中,有時候會看到分泌都是金黃色 奶色的奶黃色 還有可能因為山蟲就導致鬥雞眼 鬥雞眼的情況 而女性的白帶都是酸酸黃黃酸的味道 食物方面,它們很怕吃酸的東西 可能吃了酸的東西就出現問題 酸的水果、酸的食物是會出現問題的 在四肢方面,它也會有一種手指 手會抽筋,因為寫作抽筋 我叫Writer's Cramp 寫東西的時候,手會抽筋 男性方面,背部比較虛弱 而且四肢會震鬥 酸的問題,很多時候會出現 導致它們有很多唇瘡或三非枝 尤其是吃了酸的水果,一會有三非枝 還有尼尖有水泡 尼胎都是黃黃的,忌憐味 忌憐色的,尤其是尼的後方 否則是會進行受水泡 經常用肝水泡,尤其是吃了抗生素的藥物 會出現肚臍 而它拿出來的糞便都是綠色的糞便 皮膚方面,也會出現風爛 尤其是等於明天粟果的風爛 胃的問題包括胃潰瘍、火燒心、酸、嘔吐、嘔吐物都很酸 喉嚨有時覺得有煙痛的問題 這個療劑要記住,主要是酸症狀 因為抗生素導致的肚瀉 對糖和牛奶可能敏感 因為生蟲,鼻孔很不舒服 肝門有痕癢症狀 分泌通常是黃黃奶色的黏色 因為吃了酸的食物,吃了糖和酒精導致拋疹 這就是鱗酸鈉主要應用的地方和症狀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約? 需要的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在 銅鑼灣、沙甸街、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